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香榛煎饼吃 把采回来的香榛清洗干净控干水分 找一个干净的盆子 把香榛整理一下 然后放上一点盐巴 把香榛揉搓一下 揉搓成这样就可以备硬了 热水烧到锅边冒泡 就可以用来烫面了 烫面的水要分两次加 先搅拌一下 再加一次 因为是烫面有点热度 所以一直用筷子搅拌 搅拌成这个形状 锅边没有干面粉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让它饧发一下 我们来切香榛 香榛要切得很细 切好后 我们直接用芝麻酱来搅拌它 我平常也是这样适应的 因为芝麻酱里面直接就有香油 就不用再加其他的植物油了 这样拌起来 这样拌起来已经香气四溢 很好吃 平常就是这样吃的 现在先把芝麻的杂质清洗干净 这一步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下一步 炸仗主婶皮nya Gel atsu 芝麻先濕过了 他会粘在�НА蹩皮上更加牢固 现在热面已经没有温度了 可以用手揉了 如果手蘸可以撒上一点干面粉 把它揉的夠一点 揉到表面光滑 因为这一次揉好 要让它饧发的时间久一点 揉从这样差不多了 让它饧发一个小时 烫面一定要用时间来饧发它 饧发的时间越久 它做出来的秋弹度越好 一个小时都不用再这么揉它了 直接来擀面做饼就好了 擀成这个厚度就好了 现在把香葱铺在上面 均匀的抹平 不用再撒盐巴也不用再用油了 因为香葱我本来就已经用盐巴腌过的了 卷的时候要卷得紧一点扎实一点 现在把它切成大小相等的小剂子 大家注意一下我这个包法 把上面这一层往中间里收 因为饧面饧得很好 所以你一定要饧面饧一个小时以上 它面的弹度就出来了 很有秋弹的感觉 你包的时候就很简单 记得只要抓上面外面这一层就好了 抓外面这一层 你煎的时候它中间就会有气泡产生 如果你抓到中间去通通抓起来 就不会产生气泡 我特别多做两个给大家看 它的详细的包法 这跟包包的又不同 你看最后这一个你看它的表皮 就很简单啊 让它饧发十分钟才能再擀开它 擀的时候根据你锅子的大小 这是芝麻以控干水分 但它还是湿润的 把饼皮直接放在上面按压一下 芝麻就会粘得很牢固 今天之所以这样做给大家看有两个原因 一是这种粘法卫生 更加安全 芝麻粘得会更牢固 二这是烫面的饼 如果你用凉水往上粘这个芝麻 倒也无妨 只是说它不会那么漂亮 但是如果它是发面的饼 你表皮再抹上一层凉水 再把芝麻粘上去 这就是完全影响了它的发酵度 现在再给擀面杖压一下会更结实 煎的时候要注意低温少油 有芝麻这一面的先放在下面 煎到稍微有一点微黄就给它翻面 因为芝麻很容易熟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慢慢的鼓起来了 这个时候已经快熟了 再翻一个面 这一面又鼓起来了 基本上就已经熟了 可以出锅了 因为它本身就是烫面的 很容易熟了 前后大概不用五分钟 现在我又煎了三个没有用芝麻的 用来做烩面吃 这个更容易熟 翻过来两边鼓起来就熟了 这边炖的排骨汤也好了 下面我们就给它切一下 烩面我用没有芝麻的 因为芝麻破在烩面里边 芝麻就会软掉 所以这三个我就没有加芝麻 烩面这样做的非常好吃 特别是家有老人跟小孩子的 这样做他们非常容易入口 浓浓的排骨汤浇下去 散发出的香气太美味了 光用看的就十指大动了 现在我们吃一吃尝一尝 给它先搅动一下 下面的饼已经泡软化了 实在是太好吃了 不像一个饼 不是太好吃了 不是太好吃了 不像一个饼 饼